植物提取物必須兇土服用,保健食法每天兩粒,進階食法每天八粒。 服用腦健能提高腦筋的靈活性,增強記憶力及視力,活化腦細胞, 延緩長者的記憶力,舒緩情緒緊張,提升觀察力及敏感度。 道格拉斯 邁克亞瑟,是美國軍事將領1930年代擔任美國陸軍參謀長,是二次大戰太平洋戰爭中同盟國軍隊主要指揮官之一。 他因在菲律賓戰役中的表現或搬榮於勳章。 日本二戰投降後,任駐日盟軍總司應,1950年參加韩戰,因為與杜魯門總統政見不合。 1951年遭解職,而後退出軍界,曾一度參與共和黨的總統大選黨內初選,被他在西點軍校的學弟,在呂宋的舊部艾森豪威爾將軍擊敗。 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,邁克亞瑟被征召回到菲律賓,擔任美國遠東軍總司應,珍珠港事變後,1941年由於低估日軍力量,菲律賓的盟軍遭受嚴重打擊。 1942年3月12日也,接受總統小羅斯福之指令,邁克阿瑟帶著家屬等一行人在菲律賓綿藍老德爾蒙特機場,乘B17重型轟炸機,脫離部隊逃往澳大利亞。 在小羅斯福利堡下繼續擔任遠東軍總司應,並受澳大利亞總理約翰、柯廷委任,指揮澳大利亞軍隊。 在澳洲的邁克阿瑟建立了西南太平洋地區盟軍總司應部,部署所屬的盟軍部隊抵抗日軍南進並組織反攻。 當時邁克阿瑟屬下軍隊主要由澳軍和美軍組成,但也包括少量撤退和屬東印度部隊、英軍和其他部隊。 1950年6月25日,在蘇共總書記斯大林默許下,北韓部隊越過三八線,進攻南韓首都漢城。 機首二、三天後,漢城被攻下,6月27日,杜魯門下令美軍參加朝鮮作戰。 7月7日聯合國安理會透過美國起草的決議,組織聯合國軍參加韓戰,由五星上將邁克阿瑟任總司令。 韓戰期間,一人串登陸將朝鮮人民軍攔腰切斷,戰爭形勢急轉直下,毛澤東接受朝鮮勞動黨金日成的請求,決定出兵朝鮮半島,任命彭德懷為司令兼政治委員。 10月19日,美軍攻佔平壤,此時第一批中國人民志願軍分三路秘密進入朝鮮半島,強力打擊聯合國軍隊。 回到美國後,在華府受到了萬人空巷的英雄式歡迎。 許多大城市都爆發了支持邁克阿瑟,反對杜魯門的遊行示威活動,杜魯門支持率下降到了26%。 四個州的議會通過了決議,要求杜魯門總統收回成名。 1951年4月19日,邁克阿瑟在國會大廈發表了題為《老兵不死》的著名演講。 邁克阿瑟將軍是近代美軍將領中文武雙全的高階將領之一,除了上述的《老兵不死》之外, 在其著作的《賣帥回憶錄》中可見其用筆巾臉的文具。 此些文具常被引用建於各式報章雜誌上。 其中又以賣帥為子祈禱文,又稱為子項主祈禱,為其代表, 亦被收錄於中華民國教育部的國中國文課本教材中。 在韓國人川自由公園, 立有1957年里程晚設立的邁克阿瑟銅像, 長期以來由韓國反戰團體倡議拆除銅像至今。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?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,地中海的煩惱, 找對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。 要激活無狼,控油去屍, 固法,欲法,防脫法。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。 既然雙手禁五叔, 既然沒有回答, 既然沒有回答。